字幕 李宗盛 印的時候我們先會從身體中心開始 不需要印很多顏色的 其實只需要輕輕插到 它有些顏色碰到那張紙就行 如果用手指我們會用三個部分 指尖 指中間枕的肉和指甲 這些三個部分是我們用手指畫畫 最上面的三個部分 技巧就是用指頭肉印 印到手指不太濕才去印邊緣的位置 這樣就不會容易化出去了 滑景效果其實可以利用我們身邊的一些用品去做 譬如剛才Yanki用到的濾紙 用杯的杯底可以做一些圓形的形狀 除了兩個方法 最後一個就是我們可以做一些流動的線條 讓它層次豐富一些 這樣可以沾一些咖啡在邊緣裡 然後用油去流 然後用油去流 通常我們為什麼會用匙巾呢 就是去畫一些細緻一點的線條 剛才剛剛做完的小朋友 現在趁爸爸那個都乾乾的之後 然後我們就可以加深色 剛才爸爸的Shadow 我們為什麼要用咖啡粉呢 因為如果就這樣塗咖啡上去 它很快吸入紙上 它就做不到深淺了 但是有了咖啡渣 它保住了那些顏色 讓它慢慢慢慢滲進去 最後出來的顏色就會深一點 相對的 阿滴 在阿滴 比賽 看起來 手指 你會把它做到 有關 你會不會太快 沒有 你會不會太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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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